本期视频由房大师特约播出 加拿大最大华人找房买房平台 找房就上房大师 大家好 欢迎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本期视频由万家地产的经济 宋玉利为我们解读 大温地区2月份的房市情况 大温地区2月份房市的数据表现如何 2月份大温地区总共的成交量是 3424套房产 同比是下降了8.1% 环比是上涨了49.8% 与过去10年的平均同期的成交量相比 也是高于平均值26.9% 但是尽管2月份的成交量和挂牌量 都有所增加 房屋的供应不足依然是存在的 所以说在整个2月份的房价 还是持续上涨状态 截至到2月底挂牌量是5471套 同比是增加了8.4% 环比是上涨了31.2% 到2月份呢 所有住宅物业的综合的基准价是1313400 同比增加了20.7% 环比增加了4.6% 整个大温地区的独立屋的基准价格 达到了2044800 同比增加2.5% 环比上涨了4.7% 连排的基准价格是109万 同比增加了27.2% 环比是5.9% 公寓的基准价达到了807,900 同比增加了15.9% 环比4.1% 整个大温地区的所有的城市的价格比1月份上升的城市是占到了3分之2 而连排公寓的成交量呢 比独立屋要更为活跃一些 售挂比呢 达到了64.3% 而公寓的售价比呢 达到了62.2% 相对于34.9%的独立屋而言 那是连排别墅和公寓的这个售挂比就高了很多 但是总而言之呢 不管是独立屋 连排别墅 还是公寓 都是属于卖房市场 尤其像 丰树岭啊 满地堡啊 还有陀阿森它这个售挂比更是超出了百分之百 意味着以前的listing也正在消耗之中 同时呢 我再给你一组数据哈 大温地区过去五年的综合涨幅 根据城市不同 涨幅在17.1% 这个是相对于西温而言 到95.3% 这是惠斯乐 而非沙河谷地区呢 在过去五年的涨幅是在 54.5% 到123.7% 这基本上就是整个二月份的 大温地区的成交的状态 跟我们分享一下 过去一个月 您所经历的交易案例吧 很多的楼花 当然在帮客户谈判的过程中呢 就是谈的公寓相对来说比较多 每一个公寓呢 的确都是十几个offer 二十几个offer的这种抢吧 所以说很是心理憔悴啊 另外呢 关于这个楼花呢 也是经历了很多 楼花的成交量也是非常大 而且很难拿到 基本上每一个楼花新盘出来的 时候呢 都是人山人海的预览 比如像 Solo Fall Newble Amazing Brandwood 苏里的Parkway项目等等 这些项目的出来之后 预约的人都是人满为患 签约呢 也非常迅速 尤其是像前几个月 这个苏里兰里 这些离温哥华相对较远的 城市的涨幅 过于迅猛 所以呢 从二月份开始 也带动了温西 温东 这些核心地带的楼花的销售 从去年的不温不火 到现在的温东 温西的楼花 也转成卖房市场 一些走得比较慢的楼花呢 从现在开始 也开始走窍了 举个例子 Solo Fall 它在位于Bernabee 它的这个持价 已经达到了1350 1400 赶上了温西的价格 所以更多的人 就会把买楼花的这个眼光呢 又会投向温西 因为始终认为温西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城市嘛 我在温西 有一个二手公寓 2016年的 现在也开始 频频有人开始约看了 另外呢 连排别墅的新盘出来 也是走得非常快 比如 像南苏里的 黑色物的这个盘 就剩了最后一期 21套 投五套出来的时候 就是采取这个抽签的方式 其中有50个人 投递了申请表 这样的话 它的重彩几率还是非常低的 剩余的16套呢 也是每周 基本上按照三到五套的方式 进行release 根据市场进行调价 每一周的调价的涨幅 大概是 每套连排别墅 大概是三到四万之间 基于这样的情况呢 我也给大家推荐几个新盘 大家可以关注的 南苏里的townhouse 有个Glamont 和Bexley at the Boroughs 这两个盘 在近期内会开始发售 高桂林伯克山的 Big Rest Mazark Townhouse 还有30套 全新的带山景的独立屋 Morning Stars Shield 也开始即将发售了 列治文的 有Brett House 有Vender 等等这些盘 也即将销售 有新闻称 大多伦多地区的 平均房价 已经超过 大温哥华地区 对此 大温地区的经济 和市场上的客户 有什么看法 因为多伦多 和温哥华的市场 是不一样的 可能面对的 这个客户群体 也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它的影响 就是对于 你愿意选择多伦多 和愿意选择 温哥华的 这个客户群体的影响 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大 它可能唯一的影响 就是说 有一些人可能认为 多伦多的涨幅 太大了 都超过温哥华了 因为我最近 也有接到电话 就是从多伦多 想投资 在温哥华的 这些客户的电话 他们可能会把眼光 投向温哥华 甚至投向卡尔加里 因为比如说 像今年卡尔加里 它有很多的 多伦多和温哥华的客户 就是在卡尔加里 进行投资 但是对于 多伦多的均价 超过了温哥华 这个事实 老实说 我个人没有想太多 我的客户也没有说 去分析这个 为什么多伦多的 这个军价 超过了温哥华 那没有去具体 分析这个原因 但是呢 多伦多的 毕竟它的人口基础 在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嘛 而这个温哥华呢 更多的是 因为它的气候的温暖 带来的更多的移民 就是更多的像 养老的城市吧 我感觉 我觉得这个是 概念不同 所以说 要如果说硬是 把它两个放在一起 比 我觉得也是有一些 不公平所在吧 在三月份 央行宣布加息之后 大温地区的房市 是如何反应的 其实加息对市场呢 是有一个影响在的 尤其在加息前的一周 其实有一种感觉 就是大温地区的房市呢 骤然就冷却了一下下 表现在什么呢 比如说 Open House 没有人来看 还表现在有一些感觉上 应该净价的房子 结果吸引不来 买家来观看 就是这些表现呢 说明这个市场 骤然冷却的一个因素 但是呢 在三月二号 加息的信息公布之后呢 其实也就是0.25嘛 公寓市场 依然是非常的活跃 可能我觉得这个加息 对独立屋的影响 相比较来说 会相对大一些 而且呢 这个三月份呢 目前来讲 应该是买家和卖家 相互搏移的一个月 因为有一些看涨的人呢 他认为0.25对市场的影响呢 目前温哥华的市场 依然是个卖方市场 随着人口的增加 房价依然会持续上涨 还有一些呢 看空的 他们觉得 哎呀 这个温哥华的房价太高了 需要回调 而且加息刚刚开始 央行也说了 要分几次进行加息 而且供应的房源数 是有所增加的 那么市场慢慢会转为 买家市场 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看法 我们就三个月 拭目以待 看看三月会是 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